接下来为您播出一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个叫汪英的女人 一夜之间神秘失踪 全家人乱作业 是离家出走还是遭遇意外 案发现场一片狼藉 可疑人物接连出现 到底是什么人带走了汪英 家里的门窗都是完好的 没有发现损毁或被撬 而院子里的墙也没有攀爬过的痕迹 这就基本排除了陌生人强行入室的可能 警方初步判断 如果有人实施犯罪 应该是可以在这个院子里来去自如的人 我本来想找儿媳妇帮忙 说话的这位叫马启萍 是汪英的婆婆 很明显她还没从惊吓中解脱出来 马启萍说 儿子照亮一直上夜班 这天一早马启萍想要找儿媳妇汪英商量点事 一推门 却吓呆了 那汪英平时都和什么人接触啊 他朋友不多 平时不怎么和谁走动 马启萍说 汪英的社会关系比较简单 更没听说和谁闹过矛盾 大妈 平时在院子里都住些什么人啊 因为我 儿子 儿媳 孙女 这两天送到老子家去了 闺女 哦 我们家还有一个房客 刚坐着没多久 这家的房客叫张楚 单身 在附近的一家小工厂里打工 平时早出晚归 除了汪英一家 她是唯一可以在这个院子里随意进出的人 这这怎么了 叫什么名字 张楚 回想起当初张楚租房时的情景 马启萍越想越觉得不安 那天我就看有个陌生人 进我们家院子东张西望的 找什么 我就过去问他 他说他是从外地来打工的 想在这附近啊租间房 我想我们家东屋啊 正好闲着 挣点房租嘛 就这么着张楚就住进来了 当警方对张楚进行询问调查的时候 在他的房间里意外发现了大量的女性饰品 一个单身男人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金首饰 平时张楚都是独来独往 好像也没有女朋友 那么这些来路不明的首饰 就太可疑了 会不会是昨天晚上 张楚偷偷进入汪英的房间 窃取首饰 被发现之后 情急之下 对汪英做了什么 很难说 毕竟张楚和汪英一家人的关系 太密切了 他知道汪英的丈夫照亮 晚上不会在家 也大致了解这家人的经济条件 更何况 作为一个房客 谁能保证 张楚对于房东汪英一家 不存在某些嫉妒或是怨气呢 这类情绪 有时候的确会成为某些案件的最初动因 我记忆中曾经发生过一个这样的事 两个深夜下班的年轻女孩 在打开房门的一刹那 突然遭遇了从没想到过的可怕一幕 事后 警方对可能的嫌疑人逐一排查 最后 连受害事主自己都没想到 策划这一切的 竟是那个自己最亲近的人 明晨娘就说 刚刚下了夜班的贾小娟 收拾东西准备往家走 跟她一块回去的 还有一起上班的好姐妹张力 贾小娟租住的房子距离上班的地方并不远 快到小区门口的时候 张力说自己的手机丢单位了 想借贾小娟的用一下 她就说你把你手机给我 给我老公打电话 她就说 喂 我现在那个我们两个就快到家了 打完电话 贾小娟和张力一起继续往家走 路过小区里的超市 他们两个人走了进去 买了满满两大包的零食和饮料 贾小娟走在前面 张力双手拎着买来的零食跟在后边 已经快到凌晨三点了 小区里一片寂静 女孩怎么也不会想到 就在不远处 有几双不安分的眼睛 已经悄悄地盯上了他们 我先整过了以后把包放下了 他就直接去卫生间了 比如就有晕倒中 然后就有一个男的 就见了 突如其来的一切把贾小娟吓蒙了 他什么也看不见也不敢出声 只知道自己被一双大手死死地压在床上 隐约之中 贾小娟听到 同事张力也被人从卫生间里拽了出来 我听的是 就 我朋友说 求求你放我朋友吧 然后他说 然后就 他们就骂他 就骂他 然后当时反正就是 我听的是 臭嘴巴的声音 大半夜里竟然碰到了这样的事情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此时的贾小娟脑子里一片空白 那至于咱着小妈 两个小姑娘 就我 我就感觉 反正就是他们的公众 他就给他的 主要就别受伤也别什么的 叫廖先生林 因为当时他叫的时候 一定蒙着他眼来 蒙着眼一虎 问他这件事 银行卡又没忘 说有 在签报 后期应该是游铃 出去到银行 把他这个 银行卡里面签走 都踢走 当时也很害怕 然后他们走了 差不多有三分钟 然后我朋友就开始哄我 说你走了吧 我说我也不知道 确认两名歹徒已经走远了 贾小娟和张力挣扎着 摆脱了交代的束缚 赶紧开始清点自己的财物 贾小娟发现 自己放在抽屉里的 9200元现金 还有金项链 笔记本电脑 手机等物品 全都被抢走了 张力也发现 自己钱包里的 300元现金不见了 随后 张力赶紧跑到小区外边 用公用电话拨打了110 这技术人员对 案发现场的门窗 进行了仔细的探验 没有发现损害的痕迹 也没有任何其他 有价值的线索 案发的出租屋 门窗全都完好 丝毫没有破损的痕迹 那么 这两名犯罪嫌疑人 是怎样进到 贾小娟的房间里的呢 受罕人的反应就是 他们入室 开门 进去之后 门没有关闭之后 没有关闭的时候 两名人员 直接拉开门就冲进去了 从贾小娟张力走进家门 到两名犯罪嫌疑人 从天而降 只有短短几秒钟的时间 这说明两名犯罪嫌疑人 要么是一直尾随着贾小娟 要么是在贾小娟的住处附近 悄悄蹲守 这个 尾随他 进入 这个也就是说 对他 对他这个生活规矩 还是比较了解 办案民警一致认为 这两名犯罪嫌疑人 很可能非常熟悉贾小娟的 左膝时间 以及他所居住小区的具体情况 针对这一点 专案组的民警 首先对贾小娟的邻居 展开了大范围的排查 案发的小区啊 对于那个长屋切战附近 这个相对比较复杂 由于贾小娟所在小区 多以租住户为主 人员流动性强 亦是很难发现有效线索 因此警方决定 改从贾小娟的人际关系入手侦查 既然他的作息规律 被嫌疑人所熟知 那就意味着 双方很可能是认识的 办案民警再次找来了 该案件的受害者贾小娟 民警让他仔细回忆 案发当晚的全部经过 这一次 情绪已经平复下来的贾小娟 给警方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因为他提了一个事 就是说是 当时问他就说 我敢跟你接受 当时一听 有个朋友一个男的 送给他一个线索 原话就是 他说我哥的戒指呢 我说那个 什么戒指 他说你是不是卖了 我说没卖 我说放在我家了 原来贾小娟现在的职业 是在一家KTV里做服务人员 他曾经认识了一名中年男子 这名男子当时对贾小娟很有好感 一直希望贾小娟 能够做自己的女朋友 然后结果有一次 我回家的时候 他就是 我又问他说 我说我现在没有钱 我说本家有点钱 我说我是借的 我说我会还给你的 然后他说行 这名中年男子 当时很爽快地 就给贾小娟的银行卡里 汇去了两千元钱 并且很大方地说不用还了 后来在贾小娟生日的时候 这个男的还曾经送给他一枚金戒指 不过 贾小娟和这名中年男子的恋情 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就走向来终结 原以为能好聚好散 可让贾小娟没有想到的是 两个人分手后没几天 这名中年男子就开始不停地向他索要 曾经送出的女朋友 因为当时他说过一句话 所以我才肯定这件事是他干的 因为他当时说 我有能力让你自愿把这些钱给我 你说别逼我 他说过类似恐吓我这样的话 跟贾小娟认识 熟悉贾小娟的作息时间和居住地址 因此具备充分的作案条件 生性吝啬 一心想要收回自己送出的钱物 这又具备一定的作案动机 这名曾经跟贾小娟交往过的中年男子 仿佛一下子具备了犯罪嫌疑人的所有特征 但是面对这样的线索 专案组的办案民警却觉得 事情应该不会就这么简单 根据我们多年的经验判断 主动的把自己来实施犯罪的原因 和这个幕后指挥 当面告诉受害人员这个东西很反常 这名中年男子到底是不是该案件的犯罪嫌疑人 办案民警一时也不好给出确切的结论 与此同时贾小娟还告诉办案民警 他现在没有这名中年男子的联系方式 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哪里人 这让警方对此人的调查工作 一下子变得困难重重 几经周折 办案民警才通过其他渠道 最终找到了这名中年男子 受害人员也提供了一些线索来 说是这个男的什么情况 我们去侦察查过 然后这个觉得 不出警方所料 犯罪嫌疑人在案发现场提到的戒指 和那个送戒指的中年男子 不过是用来扰乱办案事件的烟雾弹 不过这从另一方面让办案民警意识到 本案的幕后真凶 肯定对贾小泉的感情经历非常熟悉 于是一个大胆的猜测出现了 难道此人竟是当晚和贾小泉 一同回家的那个女孩 她有没有值得怀疑的地方呢 被抢之前 这个闲人进门的时候 这个门没有关 这是一个可疑点 第二个方面 在我们的这个前期的 这个基础性的调查 做法公司当中 发现另外一个女孩子 这个被抢的物品比较少 有一些虽身的物品啊 比较有价值的没有被抢走 原来办案民警在仔细查阅 相关当事人的报案材料后 无意中发现贾小泉曾经说到 当时她和张力一起回家 走在后边的张力 在进入房间以后 并没有立即将房门关上 办案民警觉得 房门没有立即关闭 应该说为这起案件的成功实施 提供了最大的便利 那么张力 为什么没有立即关门 她会不会和那两名犯罪嫌疑人 有着某种联系呢 产生怀疑之后呢 我们跟她深深情对比 然后确定这个 应该是罪名人员 也有一定的嫌疑 我们勾结 我们怀疑是什么勾结 内外勾结果案 同时警方还了解到 张力跟贾小娟 平时并不住在一起 当天晚上张力是到贾小娟家里去借宿的 为什么案件偏偏在张力借宿时发生 这里面到底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办案民警越来越感觉 这个张力很值得怀疑 我当时我就笑了 我说不可能啊 我说我们在一起没有什么深恶大恨 虽说没事吵个架什么的 我说也不至于吧 贾小娟无论如何也不认为 自己被抢跟张力有什么关系 在她看来警方提出的几个疑点 其实都可以从另外的角度 得到合理的解释 她就是很经常的 我们就是说 她老公没事就说一句啊 上家住就是 我不在家了什么的 照顾着我媳妇 这样 这都很正常的事 不会有什么 贾小娟告诉我们 她跟张力以前经常到彼此的家里借宿 而且事发当天 是她先到张力家拿了自己的衣服 然后张力说要送她回家 贾小娟觉得这样送来送去太麻烦 就主动提出让张力过来跟自己一起住 而对于另外两个疑点 例如警方认为张力没有关门的举动很可疑 但贾小娟提出 当时张力双手拎着从超市买来的零食 又急着上厕所 确实有些不方便随手关门 至于张力被抢的钱数远远少于自己 那也是因为张力本身带的钱就不多 除此之外 贾小娟还提出 本来事发之后 自己因为身份证被抢走了 都没打算去报警 是张力首先去报答 当时我就有一个想法 别报警 千万不能报警 报警他要是到时候找到我都无所谓了 到时候他要是到我老家 然后是对我父母怎么样的 当时就是很害怕 我就一直说不报警 他们就一直说报警 贾小娟认为 如果张力跟那几名歹徒有关系的话 他不可能极力主张去报案 而更重要的是贾小娟认为 自己跟张力关系非常好 彼此经济有困难 都会互相接济 不至于要打对方的主意 你第一次见他觉得 我第一次见他觉得 这个姑娘 反正就是 他很喜欢笑 然后就是反正跟谁都笑一起的 然后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然后有点什么事吧 然后你找他帮忙的话 反正他就很乐意帮忙 然后 贾小娟告诉我们 他刚到济南的这家KTV打工的时候 他觉得一起上班的张力 应该是个值得信赖的好朋友 他和张力都不是济南本地人 只身来到济南这个陌生的城市打工 尤其是在这个特殊的行业 能遇到一个比较投缘的朋友 贾小娟觉得自己还是挺幸运的 因为我这人性格比较独 我朋友本来的就比较少 然后我们两个觉得就是那种 反正就是 反正我也不知道 就感觉应该能玩这会儿去吧 听了贾小娟反映的这些情况 办案民警内心里也觉得有些犯嘀咕 这件事跟张力到底有没有关系 不过嘀咕归嘀咕 专案组的民警还是对张力的详细情况 秘密展开了侦查 就在警方对张力的基本情况秘密展开侦查的同时 另一路民警在案发地所在的小区里意外找到了一段监控录像 在7月27日凌晨4点32分开始 有三名男子从小区里走出来 随后拦下了一辆路过的出租车 三个人一起离去 7月27日凌晨4点多 这跟受害人贾小娟描述的歹徒离开的时间基本一致 难道这三个人就是实施该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吗 贾小娟自始至终都记得只有两名歹徒进入了她的房间 那么这第三个人又是谁呢 我们就怀疑这名男性青年不露面是有原因的 或者是认识 要不拍出在楼外面啊 在房间外面啊望风 警方决定让贾小娟过来 看能不能从这段在小区外边拍到的监控视频里 认出犯罪嫌疑人到底是谁 出现在案发后 小区监控视频里的三个可疑男子 其中一个竟然是张力的男朋友于海洋 这一下子印证了警方最初的判断 让整个案件的情况豁然开朗 事不宜迟 天桥警方立刻布置了对张力及其男友的抓捕行动 当时呢我们确定了这两名闲员跑到了我们山东城另外的两个地势 就发现其中有两个闲员就是鱼毛和猫猫一起到北海去了 然后呢鱼猫猫和他女朋友这个长猫 在这个鱼猫猫老家 当晚八民警兵分两路连夜赶往微海和焦州 7月31日上午 天桥警方在确定了所有犯罪嫌疑人的位置之后 同时展开了抓捕行动 最终犯罪嫌疑人鱼海洋张力 在山东焦州被顺利抓获 警方在鱼海洋的家里 找到了贾小涓被抢走的黄金饰品 身份证等物品 另外两名参与死案的鱼海洋的朋友鱼猫 王猫也在各自的家中被警方控制 就是我这番照片到第二天 然后就那个就是派出所就给我打电话 说那个嗯那个你过来派出所一趟 然后我一就是一到派出所以后 就看见我的朋友才是男朋友了 当时对当时戴着手铐逛就麻烦了 然后对着对着我笑 还跟我说哈喽 那是跟没事人似的 直到万罪嫌疑人被抓获 贾小涓还是不敢相信 自己最信任的好朋友 竟然会是这起案件的幕后主使 张力到底为什么这样做 难道仅仅是要发一笔不义之财 对于眼前这一切 他到底将做出怎样的解释 他就是该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之一张力 虽然深陷淋雨 但我们发现他的情绪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 不过当我们一跟他谈起7月27日当天的情景 他的情绪又一下子变得异常低落 我没看过东西老师都跟他开了 我们看他他对你 我就想问问你 你跟你老公到底是怎么想的 为什么把这件事就是 就策划到我的身上来 我曾经拿你当那么好的朋友 我说我无数次了 你是出楼吧 你是我最亲的人 到底是因为什么 是你们俩缺钱呢 还是因为我做什么对不起 你俩的事 你俩就是这么对我 你知不知道现在你把我含成什么样了 我都说了 我干这个工作我干到过年 然后干到年底我就不干了 回家我该上学上学 陪在我爸身边 我现在真的那时候什么都不学 是不是你得 我现在就很纳闷 你们俩到底是因为什么 能对我做出这种事 难道你们不觉得 你们心里上过意的去吗 我当时那么帮助你们 他们那么好 我那么相信你 反正你让我太伤心了 真是我就恨死人了 他说这句话 你可能对他说 没有 他说很好 我现在对你一切 现在觉得很不感觉 不是没有感觉 是 是因为 是因为 来个地方 你跟 你跟你的朋友 结果 对我 对他有 大部分的时候 对他有 大部分的时候 张力告诉我们 最初的时候 她确实跟贾小娟关系不错 但慢慢的她发现 贾小娟其实是用一种很功利的心态 在跟她处朋友 有什么困难 有什么麻烦 总是第一时间想到求她帮忙 而自己找贾小娟做一些事 贾小娟却并不是很主动 同时由于贾小娟的性格非常张扬 经常在张力及其男朋友面前 炫耀昨天赚了多少钱 今天又有谁要送她东西之类 让张力觉得很反感 张力说 她越来越受不了贾小娟的这种性格了 后来就有意地 想疏远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但这样的疏远 反倒给她带来了更多的烦恼 对于两个人之间的这份友情 张力一度感觉很头疼 这一切都被张力的男朋友于海洋看在眼里 于海洋曾经对张力说 准备找机会教训贾小娟一下 从她身上赚一些零花钱的同时 也让她为自己的浮夸付出一点代价 在采访中张力反复告诉我们 当时她男朋友确实是用开玩笑的口气跟她说的 她丝毫都没有想到 在7月27日的凌晨 她的男朋友就真的找了两个帮手 去实施了这个行为 你是怎么知道什么 因为那时候她说了一件 去找她的事 她说了一件 别抱脚 没用 抱着脚也查不起来 那时候你感觉到是老公间 就是了 因为他跟我杀伙的时候 他跟我说话 只要是杀伙 我很了解她 张力说 她对自己的男朋友 会在7月27日凌晨实施这次行动 一点也不知情 不过办案民警并不认可她的这种说法 余某她是怎么描述 她有在这些案子中的角色 她怎么描述 余某我就讲这个事前的时候 余某就跟张某商量过这件事情 怎么进门 怎么抢 然后怎么离开 然后这个张某 参加史是这个有点 心里拿不准 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行这样做 后来呢 就非常配合 办案民警告诉我们 根据抓获犯罪嫌疑人当天的审讯笔录和其他证据材料 完全可以证明在7月27日凌晨发生的这起案件中 张力不仅在事发前知情 而且还涉嫌参与其中 给自己的男朋友通风报警 至于在案发后选择报警 也不过是要进一步迷惑警方的真正视线罢了 你这样说是你是一样要在撒谎了还是你在撒谎 张力告诉我们 他两年前从外地来到济南打工 原本在一个服装市场里卖衣服 后来觉得这工作没意思 挣的也不多 就在朋友的介绍下 来到一家KTV做服务员 在做服务员的时候 他认识了同样来济南打工的于海洋 没多久他们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张力说 虽然他们现在还没有结婚 但是他已经把于海洋 看成是自己一生的依靠 在我们对几个犯罪嫌疑人的采访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 无论是张力还是他的男朋友于海洋 他们都没有把这件事看得有多严重 以为只是教训一下贾小军 被抓住了 无非把钱还给他就是了 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行为除了给受害人带来物质损失之外 还带来了莫大的精神痛苦 现在我就阴影了 现在马上出门 就感觉后边跟着我 或者是旁边有人跑过去什么的 我就大叫弄得我 真的说男性就是人不像鬼不像鬼的 我觉得对青少年来讲 首先是要学习 尤其咱现在国家讲一法治国 对相关的法律 不可能做到很专业吧 你有可能不是学这个专业了 但是最起码人应该学到 有一定的掌握和了解 实施证明了 这个东西有可能一年之差 给自己一生带来无可挽回的 恰痛的教训 最后你对你家人说什么话 就有可能的话我们看见 谢谢大家 好 如果不是警方把张力和于海洋捉拿归案 估计贾小娟永远也不会怀疑策划实施抢劫自己的 就是这个自认为最要好的还主动张罗着报警的好姐妹张力 但事实就是这么残酷 某些平时看上去有善热情的人 一旦被邪恶的欲望驱使 甚至会做出连他们自己都难以置信的心 这个叫张储的房客会是这样吗 马起平说 这小伙子平时看上去挺憨厚 不像能干出这事的人 可是现在在他房里发现的金手势怎么解释 这是什么 这是我买的 你买这些干事 我摆地摊 平时除了打工 摆地摊赚点零花钱 这都是假的 不值钱 张储说 平常除了打工 自己也会摆地摊赚点零花钱 这些手势就是他进的货 昨晚他收台以后和几个朋友去打了一手牌 今天早上才回来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汪英到底去了哪里 谁能证明你说的话 我 我能证明 我会不会准备 胡言 我会长得一到 我会长得一到 他的手势 我会长得一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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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了 我会长得一到 你有什么